好回到欧美的现实 美国总统拜登即将打成一个内政上重要的里程碑 他即将通过4300亿美金的降通膨法案 这是历史上类似法案的新高记录 那么重建美好未来方案是去年提的 但是呢已经为民主党在其中选举前打了一记强心针 这次呢这个名为降通膨的法案 是不是真的能够压抑全球都在飙涨通货膨胀 仅仅学下不同的看法 高通膨在美国现在直接冲击租房市场 加州房客可能面临最高一成的租金调整 美国高达9.1%的通膨率 开始逼近市井小民生活 加州数百万居民恐将面临房租最高10%的涨幅 新冠疫情期间禁止房东把房客赶出去的禁令 加州在7月全面到期 接下来房东依据州法律 在高通膨下部分房屋租金最多可涨10% 57岁住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波斯克 在这栋公寓住了32年 指控房东违规涨价 现在正争取不要被赶出去 每每打开信箱 就怕接到法院驱逐令的通知 他61岁的邻居贾西亚也一样 因拒绝支付调涨的租金 立抗被房东扫地出门 有房客表示 自己的社区一房一厅几乎找不到月租一千美元 相当台币三万元以下的物件 洛杉矶现在是全美最贵的居住地之一 租金中卫价一个月要三千一百八十二美元 相当台币九万五 过去一年就涨了七百八十二美元 比全国中卫价高出百分之四十五 为了缓解高通膨 四号美国总统拜登与企业领袖进行圆桌会议 也呼吁国会尽快通过降通膨法案 美国参议院将在本周六开议 寻求通过这项四千三百亿美元法案 这将是美国史上最重大的气候变迁法 同时也将控制部分要价和对大企业克最低税率百分之十五 但共和党不支持 在共和党反对下 民主党票票都不能跑 迟迟为表态的亚利桑那州参议员习纳马 最后一刻已宣布支持 再加上副总统贺锦丽的一票 就能打破50比50的票数僵局 在参院闯关 下周再送往众议院表决 法案还没过关 已有地方呼应对抗气候变迁 定定2050年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民主党北卡罗莱纳州州长 特地到维吉尼亚州东南沿岸 讨论扩大清洁能源 风力发电 去年北卡启动 离岸风力计划 最多要盖69座 风力发电机组 同时建立新供应链 也为地方创造更多工作机会 TV新观众好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